这个程耀金不一般 他自己一个人来到对面的高级 直接和对面五个人硬钢了七分钟呢 兄弟们 并且还能保证不死 仔细看 此时的程耀金已经被冰冻 而且血量很低 我看到这儿 我实实在在为他捏了一把汗呢 况且现在对面几个人都来了 直接就把他围在中间了 谁知道他依旧不折不倒 直接一个跳跃 一个反甲把法师给反死了 接着程耀金呢 显得那是游刃有余 只见他的血量 像被焊住了一样 直接不动了 对面打不掉 他也不开大招 甚至还有点隐隐回升的趋势 我的天哪 不过敌人打不掉他的血 他反而也打不掉敌人的血 但是吧 他令我吃惊的地方就在于 敌方五个人打不过就打不过吧 程耀金不开大招 还能慢慢回去 我的天哪 这是什么程耀金子 接下来对面又几个人集合 又对程耀金发起了一阵猛攻 程耀金那也是不带虚的 直接一个旋转 越来越靠近对面的鲁班七号 在鲁班七号的强力输出之下 终于打掉了程耀金的一丝丝的血量 就在这时候他还有名 我的天哪 随后程耀金直接看起了大招 又在慢慢的回血 然后一个跳跃来到了鲁班七号的面前 一个反甲 鲁班七号直接弹血 只能挥溜溜的回应 这时候程耀金已经来到了塔内 王朝军也使出了大招 程耀金的血量又一次回到了冰点 就在这时候程耀金的大招又好了 直接一个大招又回上了血 又是一个反甲把王朝军给烦死了 接着程耀金又在这里开启了花里胡哨的模式 血量就剩那么一丢丢 你们就是打不定 我看到这的时候我都快被气死了 我要是碰到这样的程耀金 我这局比赛我就不玩了 打不死 根本打不死 接下来程耀金又开起了大招 直接回血 开启二技能旋转回血 又被对面四个人为O 接着他还是瞄准对面的射手 直接来到他的面前 旋转跳跃 射手又没血了 回家又补了一次血量 但是此时程耀金的大招还有一秒又好了 我的天哪 这好比泉水一样 衔接的那是无比的舒适啊 接下来他直接又看起了大招 血量又回到了半拐 我的天哪 这是什么程耀金的 我是没见过 他这样的状态 直接在这局比赛中 扛了七分钟 直到完成比赛 我的天哪 牛犯啊